大家早晨 大家都知道我們昨晚 李昌同學會有聚餐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禮牌動作 即是逢星期五晚 我們都會有聚餐 不要以為我們都是 喝喝吃吃嘻嘻哈哈 其實每一次的聚會 我們都 可以在彼此 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大家都很無私地分享 大家的一些看法 經歷 尤其是華哥昨晚 亦都教識了我們很多 關於手錶品牌 機芯之類的東西 其實每隻手錶 去到某一個價格 已經不值得買 有些手錶 下到什麼價格 超順到什麼價格 其實是很值得買 你一定要對很多 更多 手錶品牌有認識 對機芯有認識 才可以說出這些 如果 你整個老子 只懂得那三幾個 大品牌 或者是那些牌子 你是說不出的 如果你只知道 哪些錶 炒到什麼價格 或者是跌回什麼價格 你亦都說不出 大家都很開心 也學到很多東西 昨晚 我們有幾位錶米 經歷過很多起起跌跌 或者是從低谷反彈 而得到今天的成就 亦都跟我們分享到 我非常欣賞這些人 因爲我自己都經過非常低谷 亦都在為生活 為我的將來拼搏 那 越是難 其實是 越難做 其實是更加要做 很多人都怨天怨地 一遇到挫折 或者失敗 就會怪 環境造成 或者是 私道造成 而什麼都不做 如果什麼都不做 基本上就死得了 因爲 那些錢不會自己來的 你一定要自己想辦法 如何去賺更多的錢 當然也都是要取之有道 不要走到旁邊的左道 阿華哥昨晚也有跟我們 說一些 術數風水的東西 我們也都很喜歡 聽他說這些東西 也都說到 每個人有十年的大雲行 當年 下你這個火運 會行二十年 你不會 行足二十年的好運 每個人只有十年 如果這十年你把握不到 那就是這樣 就變成 一生運運惡惡 那 造標其實 是屬金 不過如果是網上 是屬火的 所以變成 如果傳統的手錶生意 要靠老一套去經營 那也都是 將會很困難 不過如果 懂得利用網上的力量去宣傳 那會達到一個更好的效果 所以 亦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 現在手錶的Youtuber 出現 去介紹 那些手錶 或者是 去宣傳推廣 他們的手錶 那當然 各有各的風格 特色 那 好多謝 一直 這兩年 即是 下個月 五月尾 我這個頻道 就兩年了 這兩年 支持我的朋友 希望你們會繼續支持我 亦都會 亦都會 給了我這些動力 去繼續去做好我這個頻道 那 怎麼做好呢 其實最實際的就是 找多些筍標 來賣給大家 那我會繼續 往這方面努力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今天星期六 拜拜